田馨老师 昨天才说航运在动 今天果然又在强谈啦 手上有传配的兜兆 我朋友该怎么办呢 想了解吗 当然 看节目了喔 欢迎来到我朋友 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 我是品化 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 华冠投股分析室 刘元希 刘副长刘老师 田馨老师你好 品化好 全国的投资泡们 大家好 我是华冠投股 股市甜心 妍希老师喔 今天来到了11月3号 星期三咯 来 这一波 来 我们的会员好朋友 又是获利满满 幸福满满 好 根时甜心 真的是稳健操作 跟她甜心 潜情就是一直来 一直来一直来耶 标果获利 让你在吃最好吃的那一段 然后带你赚最好赚的那一段 有没有叫幸福耶 好 回到今天的盘 盘持续的这个震荡 持续的震 那重点是 老师昨天在节目当中 特别提醒你了 航运在动咯 这一波呢 航运沙沙的非常的深 对 很深喔 航运这两天在动了 那盒子可以买 盒子可以卖啦 什么时候可以卖 老师 那这个目标价 我们会员朋友都知道啊 想知道好朋友自己打来问 打来问啊 其实你稍微看一下 昨天我就已经提醒大家 航运在动了嘛 那今天呢 持续验证嘛 持续验证 对 那其实我不是叫你没有的人要去追 不是 我是要告诉大家 这一波盐希是不是说过 7月8月9月10月我没有带人买航运 没有 没有啊为什么我会点航运 是因为非常多的心境好朋友 手上是有航运的 对的 那大家可以站出来帮盐希做专争 为什么 因为你来参加的时候 盐希有告诉你价位 有哦 对 我说干嘛 要卖在相对尊严的地方 所以我今天再次提醒一下 假设你是这几个月有去买航运的 粉丝啊 听众朋友也好 Anyway 不了解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 赶快拨电话进来 是的 这样了解吗 清楚明白啦 好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盘式 好 今天的盘式是开小高盘 持续盘中都是震荡震荡 后来收涨是56点 微盘收涨56点 那近期我要大家注意一下什么 荣之宇 荣之宇 你可以看哦 加全 加全是在18号 这一段 这样一路增一路增 增了截至昨天为止是150亿 哦 150亿 然后呢OTC稍微看一下 OTC呢其实增的时间更早 好 它是从14号左右 增到昨天 前天为止 这一段叫什么 短线嘛 短时间 短时间 它短时间就增了将近一成 其实也是非常大的增幅 是 所以要稍微注意 尤其是像我昨天我跟大家讲 你可以看哦 OTC昨天是开高走低嘛 有 昨天就稍微洗一下融资 这个是好事啦 我们近代盘式修整一下 OTC修整一下 对 指数也修整一下 是的 那昨天你可以看哦 为什么我跟你强调航运 昨天上市的融资是增加的 我的预计就是什么 上柜 资金 有没有 融资的出来 跑到哪里 航运 所以今天航运是反弹的 所以我昨天已经提醒你了 对不对 所以我这些的细节 我只要有空 我都会尽量在节目讲清楚 让你了解盘式资金的脉络 你了解盘式资金的脉络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对 因为钱 来 股票是钱堆出来的 是啊 你可以看到今天电子的成交比重 就下降到五成上下嘛 然后航运的成交比重 一下子回升到三成 那为什么还是有人气 因为套牢的人很多 很多人想要去摊 这也很正常 这也很正常 没有关系 我常讲你只要会赚钱 怎么买都可以 是啊 就是不要给我重伤 真的 你需要老师帮忙的地方 不要客气啦 不用客气啦 自己打掌进来 对 所以这也要提醒大家 好 所以你看到今天的盘式后 资金是移到什么 跌很深的 就像我刚才点的航运 我就不点了 航运啊 像被动啊 被动是不是也跌很深 今天华欣客还涨停嘛 有的 今天的资金就已经移转到 跌很深的股票 所以我说在这里后 主流还没有非常明显的时候 稍微让大盘修整一下 这就是盘修所谓的操作的节奏 你可以拨断单 续报续转 短线的驾查单先获利100 是不是很开心 当然开心啦 操作就是要这么的灵活啦 就像最近太多客户了 客户都知道我下盘中不敢找我 是因为比较忙 是比较忙啊 下午有空就会跟我稍微聊一下 我也很喜欢跟客户聊天 对 跟客户就是朋友 家人的关系 是最近我听到一个老会员 老会员他已经跟很久了 他就告诉我 他为什么会跟这么久 对 其实我觉得我想听的是 他为什么会跟这么久 老师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粉丝好朋友 愿意追随 我相信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 对 我认为在股市就是要长长久久 他说他当时候还没有跟的时候 就是来两夫妻嘛 双薪家庭 那双薪家庭 当然应该就有一个概念 来 两夫妻双薪家庭 两个小孩还有公婆 都是要开支的 这样子的开销真的很大 开销真的是比较大 然后那时候他就说 他他那个时候 有时候就是 还会拿钱回娘家 那还会拿钱回娘家 老公看 老公看了就 当然就觉得没有讲话 另一半就点点了 婆婆稍微就讲话 就觉得家里还不够用 还要拿钱回家 这有时候 听到他心就会很酸 为什么 因为我娘家的妈妈也是妈妈 对呀 妈妈生我养我 这个我可以理解 对 就这一定的 那后来他经过了后 辗转 就是朋友介绍 来看到妍希的节目 然后就跟着妍希操作 当然是刚开始 对 刚开始就是慢慢慢慢 可是呢 花了大概三个月半年的时间 真的觉得妍希是够稳健 为什么 因为说实在话 大家看到现在 假设你今年看到现在 你也知道妍希今年每一波都帮你避开 是啊 对啊 够稳健 我常就 常讲我不敢说我是股市赚最多的 但是我是股市最稳健的 是的 我非常敢讲 就是这样 所以他就告诉我 他是大概花了半年时间 开始摸清楚老师的操作 开始就是 开始获利越来越稳健 然后开始累积累积 我常讲嘛 对不对 刚才我讲了 获利价插单收起来 拨断单留着 续转 对 再等下一波大转 不是每一波就是金库拉回来拉回来 拉回来拉回来 他两年了 我要讲的是他两年了 开始后生活变得不一样 诶 这很棒耶 你看从刚开始 双新家庭 你看开销那么大 有老的有小的要养 对不对 而且开销这么大 辛苦 现在的孩子需求多大 你知道吗 对 他跟我讲的小孩子一挑 主要就是iPhone手机 都是吃苹果的 都是吃苹果的 对 没有带iPhone不想去学校 都是水果牌的 在家里用电脑用的 3C设备都要提升 这些都是开销 就是他开始后 他今年就是比较有话跟我聊了 比较有空 他就说 他就是这样持续累积 也是花了快两年的时间 这样子慢慢累积 就是开始已经觉得 投资没有这么难 再来呢 生活改变 我要大家了解的是 他生活改变 生活的确会变得不一样 从之前可能四万四万八万 然后呢 又有两个小孩要养 然后又有婆婆要顾 娘娘这边妈妈不能忘啊 对不对 你看 四万四万八万 真的双亲家庭很难啊 很辛苦的 他开始有获利的时候 他就开始做什么动作 就是全家一千 吃大餐都要想很久嘛 真的 因为现在吃大餐 随便一个把费 一个人就一千四一千五嘛 一家人就四五千块跑掉了 六个人 对一千五六九千块一万了 还有一万块了 我还算太少了耶 所以就是会这样 可是他现在开始 这一年的生活开始变得不一样 因为已经开始稳健活力 是累积的 累积以后 累积到一定程度他干嘛 一赚钱就是带家庭 家里的老的小的干嘛去吃大餐 一定要的啊 全家就开心 是啊 投资好朋友 我相信呢 每一个家庭呢 都会为了什么吵架 都会为了钱吵架 对 对不对 一定是为了钱 有八成都是为了钱吵架 如果说你是因为投资而赚来的这些的获利 你拿这些的获利 回归到自己的家里 对不对 当然要回归到家里 穿好的用好的 我相信这个幸福 幸福感不一样 他说他现在老公每天称赞他 老婆你好会投资哦 一定的 哇 然后婆婆现在都没有讲话了 你拿多少回养家都没关系 对 都是妈妈都要照顾 他听起来的那种感动度就不一样了 完全改观了 而且他觉得他现在在家里的地位变大了 走路有风 就是感觉比以前幸福多了 一定的 一定的 就是这样 所以他觉得赚钱 就像他常跟演习 我们在聊 他说赚钱 老师你说赚钱不是重点 我说对 那个过程 你有没有让家里整个成长 让家里整个感同身受 不是说赚钱了 然后不懂得该回馈 不是嘛 我们常说福气留一个缺口出去 现在在家里就不一样了 老公会称赞 两个人又变幸福 夫妻感情又美好 不是很好吗 对呀 我还常跟会员讲 夫妻感情一定要很好 绝对要很好 你夫妻感情越好 你股票越会赚 对耶 这是铁绿哦 这个气有差哦 这是铁绿哦 所以会员都跟我越来感情 夫妻感情越来越好 是我送我老婆一个包 是不是你看看 所以在这里我要讲 男人要赚钱 其实投资要非常注意嘛 对不对 那女人要赚钱呢 要投资这块都是很好的啊 所以我才会说 今天的测标 钱要变成幸福 才是发挥最大的价值 你有没有办法让全家都感到幸福 对不对 而不是说今天赚了钱打24个节也不用啦 因为钱就是财来财去越赚越多啦 你不是说今天赚了这个钱去补那个洞 不用啊 真的不用 不用啊 钱就是让他累积嘛 所以现在才会说 为什么我说 我希望我的会员都是家庭美满 都是家庭幸福 然后多回馈社会 这是基本的 你在股市里面的偏财才会越来越旺 没错 对啊 所以在这里 恭喜大家啦 恭喜这一波啦 我们会员大赚特赚 跟上帝现在好朋友 又是一波幸福满满 获利满满 然后今天呢 重点就是什么 来 今天航运在动了嘛 对不对 航运在动了 那假设你近期 近期听妍兮节目的好朋友 台膨金嘛 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或者是说 星链计划的概念股 不知道怎么操作 还有呢 对元宇宙 元宇宙概念 有需求的 或是元宇宙概念 喜欢操作个股的好朋友 来 今天我开放 假设你近期 尤其是航海王 航海王 想要知道到底要到哪里嘛 目标价在哪里嘛 直接拨电话进来 好啦 亲爱的好朋友 来 贴心的大型的甜心老师 在这边呢 站在这里告诉你 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Maincake 尽管打电话来进来拨通 不管你手上这一波 你不小心追高的 或是你手上有被套牢的股票 没安全怎么办呢 那这一波 航运 这两天动了 那如果说你手上握有船票的好朋友 什么时候可以卖呢 目标价位在哪里呢 我们少赔即是转 对不对 那这个价位在哪里 会好不都知道 你想知道好朋友 也不用客气 自己打电话进来 广闲 我给您打电话 欢迎订阅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 亲爱的朋友 第一段呢 讲了非常深的故事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 了解故事当中 要传达的讯息 投资真的很重要 但是投资 如何投资呢 投资这个字很简单 很好写 真正做真的是非常的难 你就需要一个对的老师来帮助你 你需要一个对的老师来指引你 就像是这一波 我们的会员好朋友 又是幸福满满 获利满满 这一波更是甜心呢 就是吃最好吃的那一段 赚最好赚的那一段 那么接下来满手信心 满心期待 接下来老师又有什么样的动作 那么再来 如果说投资好朋友 你手上有任何股票的问题 让老师来帮助你 甚至这一波 人气股你去不小心追高的 手上有船票的 该卖在什么样子的点位 想知道好朋友自己打来问 对啊 自己打来问啊 就是该关键时刻就要下关键动作了 就像我延续一下 就像上半场 我跟那个会员好朋友在讲的话 因为来他就说 我其实建议他什么 我说趁这个机会 为什么因为赚钱了 赚很多 趁这个机会 要让家人了解一下 因为家人其实是互相扶持的 一定要的 有钱当然后过得很开心 两个人很开心 但是当没有钱的时候 一定是要互相扶持 感情要越来越好 我们不是只要生活幸福而已 我们要升华 为什么 我们怎么升华 就像我刚才上半场跟他讲 买东西这些都是物质上 对 物质上的满足 买东西不欠钱 不用看标 这些都是物质上 物质上的满足 我们要生命 生命的幸福 我们要升华起来 为什么 因为家人看你的眼光不一样了 的确 在家里老公 老公整天 欧漏她会投资 很棒 婆婆整天后就觉得 这个媳妇真的是取对了 真的是取进家门 忘家夫了 对不对 这就是整个生命的价值提升了 这样子才叫真正的幸福 所以我说不是只有生活的幸福需要 生命的幸福也要需要 所以我希望所有听延熙节目的好朋友 还有会员也好 然后大家可以把这个记下来 一起来幸福好不好 对 一起来幸福 我说过啦 其实你要幸福 我们讲一个重点 我说过在股市 因为拉回来嘛 我们股市 我常讲会赚钱是应该的 会赚钱是应该 但是我说过我很会守 没错 我很会守 所以我说延熙的四大保证里面 延熙最重要 最喜欢跟大家强调的是什么 控管 风险 你要控管风险 这就是很不容易的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是轮在那个追高杀低 就像包含我今天跟大家讲的 会员就是赚钱了 对不对 今天看到有低点想要冲进去了 对啊 我今天会员都看到 早上看到老师低点 有没有要冲进去 我直接回他等 后来收盘告诉我 老师还好我听你的话 等他快跌停了 是不是 听老师话就对了 是不是 老师的话一定要听 所以我说我一定会帮你控管风险 而且我坐在这里也是很大声的告诉大家 今年我每一波都帮你避开了 有的 这个也很重要 你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是11月了 已经是年末了 但是你仔细回想 我今年整年度的操作 1月当时是回档千点 有 我帮你避开 有的 就在年前 封关前 是 5月呢 这一波比较深 2500点 我一样帮你避开了 避开以后呢 到8月 这一波 8月初叫你快很准 赚之后呢 这一波将近1800点 我还是帮你避开了 好到近期 来 这一段比较近 有没有 有 9月28 是 这一段我还是帮你避开 有 所以不管是大的回落 还是小波段的回落 我都会帮你控管好资金 是 不是说你在任何一波 你所有的资金层数 就是比重 持股比重都一样 不一样 好抗 小回落你比重可以高一点 但是2500点 我问你上面的股票 你比重要这么高吗 不一样 所以我说控管风险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唯有控管风险 来你底部才有办法 跟延熙进场 就像这一段 底部进场低档卡位 最近的大家就知道 光这一波从10月开始 10月5号 没有很远 10月5号 下个月而已 对 底部我就告诉你底部是什么 来 智源 我们就拿智源这一张是最恐怖 因为智源这一波将近走了多少 长被骨 是 扎实实的长被骨 直接成为长被骨 这是最恐怖的 延熙当时10月5号就说 你要赶快底部进场 赶快低档卡位 为什么呢 我帮你选一些 比较漂亮的股票 你可以持股比较久一点的 对不对 好 智源我也说啦 你可以跟延熙操作 你也可以看新闻跟法说操作 没有关系 你自己选择 但是你有更好的选择 好不好 因为法说已经 在法说说股价已经100 780 不过即便还是有赚 但是我希望你是稳健 稳健获利 我们在前面稍微有一点耐心 骨架才刚刚萌芽 才刚刚冒头 变小豆苗的时候 稍微有一点耐心 对的 对不对 那一路这样冲出去 有没有 创高震荡 创高震荡 一路冲出去 110个百分点 哎呦 小树苗变大树变神木啦 对啊 那再来 我当时告诉大家 10月5号告诉大家什么 来自欣欣的你 10月8号 来 10月5号叫你底部进场 10月8号叫你心恋计划 心恋计划比较恐怖的是谁 森达科 森达科啊 好猛耶 有拿到心恋计划的资料好朋友 通通出来帮会员做转证 会员也可以出来帮老师做转证 都是一样的 对的 为什么大家都拿的一样的啊 一样的报告 我给会员什么报告 我就给你什么报告 对的 同样的 你看到今天 有没有森达科喝6天5根掌听法 掌听法啦 对啊 还包含这一波 我讲很久的美琪玛 对不对 美琪玛也讲很久 讲很久的阳明光 阳明光你要知道 现在大家在夯的是什么 元宇宙 元宇宙概念 对 元宇宙概念 可是阳明光老师给你的时候 股价才八字头 便宜啊 你看看 像同样的啊 那紧缩 来 载版延细更久 6月叫你背起来 背起来 6月到现在波段 此鼓吓吓吓叫 真的好猛好飙啊 所以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强调 我希望大家是可以跟着延细 吻渣吻打 假设你前面这一波后都落掉了 像志源 很好赚 对不对 然后像美琪玛 然后像阳明光这些股票的话 下一波 也希望有你在身边 所以亲爱的老朋友 跟请甜心 Follow甜心财富自然来了 重点是来 想要甜心帮忙的 免客气 免客气 即刻来电 甜心老师 能帮一个是一个 能帮两个是一双 打电话进来了 来 有观看我们的YD频道的好朋友 来电话就在这下面 直接电话来做波动 手上有股票被套牢的问题 甚至这一波段 你有去追高的 该如何来做处理 手上有传票的 一样电话来做波动 广闲 留给您打电话 结局最后再次感谢 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品化 幸运甜心在华冠 荣华富贵 跟着来 严习祝全国的好朋友们 投资顺利 YD频道的好朋友 明天下咯 拜拜 拜拜 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紧提供参考 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股 104年金管投股新资地 优优优独立则